今天继续来看舞蹈天狱的漫版 漫版里面有一些舞蹈动作 使用了一些舞蹈的编舞的技法 叫卡农还是叫什么的 我们平时说的话就是叫接龙 或者是叫多米诺就这个意思 我们又不是专家 又不是什么舞蹈家 又不是什么学者 你说有必要去研究他这些个什么技法吗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但是呢我们要是知道他这个舞蹈怎么编的 稍微的有一点点他的这个知识的话呢 我们看欣赏这个舞蹈会更容易 学跳的时候也会更容易 所以从这个出发点来讲 了解一点他是这个编导是怎么把这个舞编出来的 你学的时候就提高很大的效率 所以你今天看看他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编出来的 你就会理解的更多一些 然后在学的时候少走弯路 欣赏的时候呢 你会更加觉得有收获 这个录像里面呢是我们一个彩排的时候 检查节目的一个录像 看起来好像这个动作大家的怎么乱七八糟的啊 就是有的人早有的人晚 看着不齐怎么回事 确实是不太齐这是一方面 但是实际上呢他就是这种不齐 就是一排做完了第二排做第二排做完了第三排做 在这一排的节奏上可能是都是大家来轮着接班来做的 一个接一个做的 所以这种的话就叫做接龙 这种的编舞的方法好像就叫 简单说吧就是卡农的一部分吧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主要是把这个舞蹈呢 人多的时候给缔造出了一个层次的感觉 如果是前排到后排 你看到这个舞蹈的有层次 那么左排到右排 你看这个舞蹈也是这个从左到右有一个推进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就看着这个舞蹈是这种动作 有点像这个波浪啊多米诺呀这样过去的 这一种编排的方法 在这个现代这个舞蹈里面用的特别多 所以学的时候当时不知道 但是现在知道了以后呢 觉得哎呦我要学的时候 按照这种他编的方法去学的话 肯定就特别容易了 在漫版的这一段里面这种方式的使用的 一共应该可以看到最明显的三个地方 一个呢是这个地方 他冲上来撩水的时候 你看一排上去先撩水 然后接着另一组后撩水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差不多一眨眼啪啪这样起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起来特别有层次感 第二个地方就是蹲下来捧水的这个地方 也是一部分人先下 然后后面的紧接着再去下去捧水 然后一起起来把水撩起来 紧接着这个用单手这个回头焯水的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这样的用法 也是这种特别快的节奏 一组然后接着另一组 同样的一个动作 在不同的节奏时刻上完成的 这样的一个技法 就是这种所谓的卡农吧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动作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一组先一组后 或者一个先一个后 紧接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在不同的节奏点上完成 有先后顺序动作都是一样 这样的技法在这个里面 因为用了这个三次 就看起来节奏特别紧凑 然后又层次特别的清楚 然后你看这个舞蹈 哎呦这个花里胡哨的 特别的这个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有现代的感觉 所以这个技法呢 知道了以后呢 再遇到这种舞蹈 有这样的画面出现的时候 或者这样分足的时候 你就知道就怎么去学了 看的时候呢 也知道怎么去欣赏了 就不会再觉得看得头晕眼花的了 希望通过今天对天狱漫版 这一段舞蹈的欣赏 学到了这个编舞的小知识 可以帮到你今后的学务和商务 那边有助于怎么去做的 他在头阴里发作的 我认为那里面就乱一次 把小费切掉 这么长的温暖面 这个温暖面 就自己来纸类 mounts 也有一点 没问题 好 昨天